这种情况下 逼得很多人就说 事业比较重要 我要有金钱 存息比较重要 因为小孩子将来交易都要费用 对不对 那这些都会让他们 生孩子的时间往后挪 可是这么一挪 根据刚才第一个曲线来看 你会发现卵子越来越少 卵子的品质越来越差 对 那可这个卵巢 我们说时间不等人 我常常会把它改成 生孩子时间不等女人 时间可能 就生孩子来讲 时间可能会等男人 但是时间是不等女人的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女人真的是要跟上帝抗议 这个是太不公平了 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 女人就要跟时间来竞争了 对 那如果说没有在这个 该生的时候生的话 往后想要生 或许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也许都要跟别人借软 也许要做到 比如说有一个知名义人 做了15次的是晚婴儿 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她的愿望 就是年纪 年纪 所以这一点要是 所有的女性朋友 应该要重视的 对 好 那么这个阶段 我们先进行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蔡峰博医师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392号火车站旁 电话 04-7260-678 不愿用心 使您更安心 欢迎回到 祝您好运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 跟大家谈的是 女人的生育能力 该怎么看 那么现场呢 为您邀请到的 特别来宾 是妇产科医师 蔡峰博 蔡医师 好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女性朋友 如果说 从自己的月经周期 如果说发现 不规律 越来越短 或者是量突然变少的话 这有一些蛛丝马迹 可以去知道说 自己的卵巢功能 可能变差了 不过那么在医学上的话 是怎么样来做评估的呢 对 医学上有非常客观的 一些数据 我们看一下幻灯片 这是李人年纪越大 因为他的 做四管婴儿的怀孕业 越来越低 这个曲线几乎有无法 没有办法逃避的 下一张 就是一直往下降 那女人的卵子的品质 随着年纪增加 这个全部都是染色的异常 随着年纪增加 而一直越来越高 所以染色体异常的机会 越来越高 这就为什么很多高龄 怀孕之后 很高兴然后流产的原因 就在这张图 下一张 那因为卵子品质越来越差 所以呢 他的流产力 你看超过四十岁 是十岁以上 他怀孕之后的流产的比例超过一半 超过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他怀孕可能是假的 我们看一下VCR 我们来看一下卵巢 这就是卵巢 我指的那个15号那个就是卵巢 那输卵管子宫相关位置 所以卵巢是生育孩子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下一张 那怎么知道说卵巢功能好不好 我们可以去抽血 我们可以看换灯 看那个抽血报告 或者看查阳波 我们看一下VCR 好 这个卵巢的数目怎么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生孩子的宝贝 我常常跟病人说 这个一颗都比钻石还贵得多 很多病人可能会扎到好几万 去拿到这些卵巢 那这个敌敌借鉴 因为这每一颗都有机会形成一个宝贝 一个小孩子 比如说这里看到五颗就五个小孩子的可能性 但是精子 一个男生设施精出来就是用亿计算的 他每CC可能7千万 4CC就是2亿8千万 所以不像女生没出来就是一颗两颗这样算 所以几亿元跟一亿一块两块钱这样的比 我们看下一段VCR 好 那刚才主持人问说怎么知道说卵巢功能 如果说一定要飞氢 不抽血的简单 那就是做个超人坡去算 这个一颗几颗几颗 对对对 算那个月炮 那最好是在夜经来第三天左右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都可以做个硬道超人坡来算算 卵巢里面这些那种小日一炮 到0.2到0.5公分的这些死基力一炮有几颗 那如果说两边加强 那为什么要算这个呢 因为如果超过15颗 我们说卵巢功能算很强 如果说两边加起来小于5颗 我们就算差 所以如果说这个病人 那你会说多浪性卵巢症过菌 一加起来两边就超过24颗 那就多浪性卵巢症过菌 本来卵巢功能就很强 所以简单的说 如果是要很快速的知道这个病人生意能力 就是来参拨做一下 但是在月经奶的时候做会不会觉得很 通常是月经奶 所以病人有时候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奇怪 月经奶血力令人也还做 其实那时候做准 那如果有时候像我们医院有些外星式的病人来 或者外国病人来 来就是月经第11天可不可以做 当然可以做 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说两颗到11天还是两颗嘛 那你如果说一开始很多 你到21天可能有一颗准备要排卵 可是其他小的你还看得到 所以大致理论上是每一天来测 那但是在一切上就是说 月经奶的前三天 来测量所谓的基础力泡数 就是所谓的BFC或是AFC 那这个都可以了 所以超音波其实是一个 刮了个健保卡 然后做个营养超音波很快就有报告 那这是一个便宜的方法 那如果说要更精准 比如说你要给病人打多少的针的剂量 或者是说病人问你说 我的生孩子能力到底要剩多少 或者干脆说我还能够拖几点才能够再生 那抽个血可能会比较客观 我们看下段BFC 所以抽血是比较准确的 对所以抽血要抽什么血 其实抽血也很简单 以前都要液晶来第三天去抽FSH 地泡刺激基数 LH防体生成素 或动静基数 H2O 或者再抽一个密乳基数 然后假装限制这些 那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叫AMH 它是在液晶任何一天抽都准确 那基本上 就抽血大概大家 涨到这么大 应该都有被抽的经验 就是抽个血 然后AMH这个 目前国内做的还普遍 所以有时候 如果说刚好实验室有开机的话 可能立刻有报告 或者要等两个礼拜 那这也是新的方法也是利用抽血 利用抽血 AMH就是抗描示管的这个基数 那这个是从软槽的力泡 小力泡所昏昏出来的 所以它相当能够准确 预测软槽的库存量 非但如此 甚至还可以好用到 它可以预测这个病人 坐视管医院的成功率 那怎么看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越低越不好 越高越好 好像你钱 越少越不好越穷 钱越多越好 所以AMH验的话 就是它的值是越高越好 越好 对 那比方说 如果是低0.5 那这个软 几乎有时候我们要欠病人说 你干脆借卵子好了 那第一 1.26 0.5到1.26之间 大概 坐视管婴儿要打很多人 那1.26以上就是还不错 最好是它2.5到3.36之间是OK 那超过7.8 如果去坐视管婴儿 是视管婴儿成功率最高的一群 这个都有国外的研究报告 我们看下一张幻灯片 那为什么你人的 卵子的品质 会变差随着年纪 因为 可能是你本身染色底有问题 可能是随着年纪 因为我们这个大致 我们生活 一个你的快要生的时候 二三十岁 它的卵巢暴露在 大自然的背景弧色线 这样摧残 它的DNA可能会碎泪 再来就是卵子里面的立腺体 会越来越少 卵子里面的立腺体 就细胞子里面 有点像是那种 锁电筒里面的电磁 电磁 有时候你打开这个锁电筒 噢 灯很强 这是年轻的卵子 是 但有时候你打开锁电筒 怎么灯这样 昏暗这样子 那这个代表年老的卵子 所以为什么有一阵子 有人在说 那既然这样子 我就拿年轻女子的卵子 细胞子给它注射到年老卵子 好像给它老树老姑 又长出新的芽出来 理论上这样是可行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样一做 会变成有一个基因改造的弦语 因为细胞子里面有立腺体 立腺体里面有DNA 所以这样一下去的话 会变成一个一父二母的小孩子 就是那个基因还是 会变成两个妈妈 一个爸爸的一个小孩子 那这样的话 在台湾的法律是不一起做的 我想全世界也不一起做 因为这个 后续的问题很复杂 因为这个涉及到你用人的 人的双手科技去改变基因 就是所谓的基因改造儿 这细胞子转植 这以前 那这个以前也有人碰触法律 而被花15万 所以我们说 目前为止 将来不知道 目前为止 这一个步骤是 台湾不允许做的 你看下一段VCR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抽个血就可以知道 卵巢的功能 那抽什么血 就抽AMH 那AMH 目前越来越多人知道 AMH的作用方式是这样子 它其实是从我们的卵巢 卵巢里面的小分子复免出来的 那它的结构是这样 它的基因的 控制的基因是在这里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病人哪一天来医院抽血都可以 第月经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十五天 第27天 都可以 而且那个报告也是很容易看 就是说 我来帮你看看这个月经 那个AMH是多少 那如果有经验的医师 通常一看就知道 比如说这个病人 MH0.5 0.3 那我们就几乎就是说 你做事管因有失败力不高 驱软大概一颗 那你要不要试看看 我们看下一段幻灯片 好 这个图非常重要 就是说关系到卵巢的品质 有年纪 有基因 还有一个是抽烟 所以这个图可能是一个生物统计的图 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说 跟卵巢的品质有关的 还是在年纪越大 那卵巢品质越差 抽烟越多 卵巢品质越差 你基因不好 卵巢品质越差 因为我们知道 基因就是我们俗称的所谓种 种不好你的遗传 所以如果说不好的基因 抽烟又凶 然后年纪又大 那大概卵巢品质会变差 那其他的因素 还有比如说像抽烟 像喝酒啦 咖啡啦 压力啦 或者一些環境荷尔姆 比如说像戴奥心 还有比如说最近提到的所谓的 毒牛奶 是 这些都会影响 对对对对 毒牛奶会不会造成 造成那个 卵子的品质变差 曾经有过一份报告是 它 会跟男人的生意有关 就是金虫 数目会减少 就是说 毒牛奶它会释放出 那个BPA 这个东西 这个BPA造成你人增加乳癌 男生会增加 金虫数目减少 不过就那么一篇研究报告而已 其他的 就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讲毒牛奶 刚好最近大家在处毒牛奶 毒牛奶也好 或者说 文化场旁边的戴奥心也好 那其实环境有很多毒性物质 有可能会残害到你的生育率 比如说现在 几乎每个礼拜 台湾就来一次台湾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反声音现象 是 反声音现象就是地球软化 所以这些台湾全部都 都是因为地球软化 所造成的 几乎每个礼拜太夸张了 对 而且在秋天 对 而且至少两个礼拜 而且这是秋台 9月后你听说就来个五个 为什么呢 那全球软化让男生的生育能力 从四十年前 平均每个男生大概每一戚戚 大概有五千万到一只的金虫 现阶段就是 你只要两千万就及格了 所以其实也随着那个时代 男性朋友的这个金虫数量 也降很多 对 这就整个大自然的软化 跟环境荷尔蒙 环境荷尔蒙 这些戴奥心 重金属 隔拱这些 让男人女人的生育 就绝绝败退了 所以环境也是办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还有现在的这个生活压力 也很大 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压力绝对会有 因为加压力会间接 从荷尔蒙 就是从下肢丘 脑下垂体 卵巢 脂宫 这个灼器 去影响到卵子的排放 所以 排卵这个控制的指着 所以如果说压力大 对于男生 对于女人的生育力 都有影响 那灰弹如此 你发现了之后 你如果压力很大 那流产机力也会变大 也会大 对对对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换灯片我们整理一下 有哪些的因素 会影响到这个 乱子的品质 其实很多都有可能会碰到 比如说抽烟 大家没有抽烟 可能账户抽烟 抽二手烟也算 压力大 咖啡是 你如果说喝那种美式咖啡 一天四杯 你的生育力是减少百分之二十六 只剩下百分之七十四 是 喝酒 会 环境荷尔蒙像大奥星 这个很有名 它是跟子宫内默略症有关 那体重也会 很胖的很瘦的都不好 都不利益 大概二十到二十是最好 所以 为什么会 体重会跟生育力有关 因为 你的体重跟皮下脂肪 这些跟动情技术 跟荷尔蒙的生成 跟正常的比例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说你的体重 控制好 那这些环境荷尔蒙尽可能地避开 那 不要戳烟 你